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 作者 杰德·麦肯纳 翻译 鲁蜜 在整个地球上 你找不到一只可以被冠以体面或不幸等字眼的动物 第四章 平静与自我满足 我想我可以转而跟动物一起生活 它们是如此平静与自我满足 我站着看它们 久之又久 它们不会埋怨自己的处境 它们不会在黑暗中躺着不睡 为自己的罪过哭泣 它们不会讨论自己对神的责任 让我想吐 没有一只动物是不满足的 没有一只动物会因为渴望拥有东西的狂热而变得疯癫 没有一只动物会屈从于另一只动物 或是向它们数千年前的同类跪拜 在整个地球上 你找不到一只可以被冠以体面或不幸等字眼的动物 惠特曼 开悟是最终的毕业 不再猎寻 不再追逐 不再战斗 第五章 完成了 长久以来 你做着卑劣的梦 现在我要洗净你眼中的年夜 你必须让自己习惯于阳光的灿烂 以及你生命里每一刻的耀眼光芒 长久以来 你胆怯地抱着板子站在海边 现在我鼓励你成为勇敢的勇者 跳入海中 然后扶起 对我点头 喊叫 笑着 拨开头发 我是这位运动员的老师 他展开比我更宽广的胸襟 证明了我自己的宽度 他学会用我的风格来摧毁老师 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荣耀 惠特曼 最近一个来这里拜访的完全觉醒者是保罗 过去两周里 我完全没跟他说话 只是偶尔看到他去散步 或是在纷飞的雪花中 坐在花园的长椅上 这不表示他只做了这些事 我只是刚巧看到这些而已 我不太会下去跟客人寒暄 我相信这屋子里的活动远比我知道的丰富得多 但我猜保罗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参与太多社交活动 他告诉我的时候是冬天 一个凉爽但并不寒冷的夜晚 地上有鲜血 这种夜晚的耀眼群星会让风都静止下来 如此清澈与寂静的夜晚 仿佛是计划好的 这样完美的冬夜 在我们这里也许一年只出现一两次 因此我出来散步 在距离屋子几里外的一个交叉路口 保罗加入了 我很高兴看到他 我总是很高兴看到任何处于保罗这种状态的人 他安静地加入 我们继续走 十分钟后他才开口 我完成了 我微笑 一股暖意涌入我胸中 这股暖意来自我自己获得这个惊人 又不可思议的结论那一天的回忆 以及我听到其他人这么说的时候 这股暖意来自知道要抵达这个境地 需要走过什么样的旅程 以及知道前方还有什么等待着 这就是当你抵达此处的情景 没有中古奇名 没有万丈光芒 没有天使合唱 如中国唐代著名的在家禅修者庞居士所言 只是一个凡人完成了他的工作 我没有问题 我没有问题了 保罗说 他的意思不只是他没有问题要问我了 而是他没有任何问题要问了 就是这样 这是当你抵达终点时的情况 你就是完成了 他没有说的事 他已经知道所有该知道的 他知道了一切 保罗来到了知识的终点 现在拥有了唯一的完美的知识 他没有说出来 是因为那太庞大了 但我知道他正在想 因为那是真相 而且过于庞大 所以无法不去想 我们继续走着 四分之三满的月亮 在鲜血上洒上一层光芒 宛如一块丝绸盖在沉睡的土地上 在我们回到屋子之前 保罗都没有再开口 这使我想到 他可能已经完成几周了 而这段时间 他都在习惯这种意料之外的新状态 终点就是如此 就算你被告知了几千次 明白知识有终点 追寻有终点 你抵达时 还是会感到震撼与困惑 你花了数年时间战斗不休 每一场战役都比先前更艰苦 而且你从未期待 可以在此生得到真正的胜利 然后有一天 胜利就在那里 再也没有了 没有敌人 没有战斗 只要你能松开手指 紧握在你手上的剑 就可以被抛下了 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对抗 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完成 永远不会再有任何事情需要完成了 哪怕是在此时 你可能依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或身在何处 就这么结束了 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 在小说中 你看到刚变成吸血鬼的人 不知道自己的心状态是什么 我是个吸血鬼 还是个疯子 大蒜 十字架 阳光与棺材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是永生不死的吗 要如何证实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虚构的 可能就是那样 我听说禅宗中有些人 花了十年才习惯 这意味着 在最适合的环境中 一个全年无休 且强调开悟的禅寺 也要花十年时间 那么想象一下 如果在一个贬低灵性的社会 在一个连灵性大师们 都不自知的误导大众的情况下 进行调整和适应 这十年时间 肯定会过得非常诡异 之后如何呢 嗯 根据练习致识瑜伽的人 告诉我的 我向所有被我在本书中 曲解他们教义的人 致以半吊子的道歉 熬过这十年适应期的人 叫致瑜伽士 一个通达的人 我想这就是我 但那个让我从 非致瑜伽士转变成 致瑜伽士的过程 并没有结束 就算现在 我也需要刻意花功夫 来维持我的假我 我的梦中角色 驱动他 让他继续活动 我所在的这个轨道 会尽可能带我靠近一种 非存在状态 而且依然让我 保有肉体 换言之 我注入梦中角色的能量 会日渐减少 我的教导将减至最精炼 容忍度最低的形式 我将收回自己 对这个世界的兴趣 我的人性会越来越少 至于致实瑜伽 禅宗或任何其他体系 是否认可这个过程 并不重要 因为我自己直接确认了 我不会遵从任何老师或教义 我看到自己 以这种方式消退 隐去 这本书的写作 加速了这个过程 而这条路 必将如此终结 当克里希娜完成他的任务时 便进入一座树林 一直往前走 直到疲劳倒地 一位猎人经过 误以为他的脚是鹿的耳朵 射出一箭杀死了他 进入树林那段路程 可被视为逐渐受回能量的过程 所以 刹那时 也许我会走进高耸的玉米丛中 直到疲倦倒地 然后我的脚 会被一辆经过的收割机 误认为是成熟的玉米 我不遵从任何老师或教义 哇哦 听起来我已经相当偏执了 所以我也许应该稍微说明一下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我是全然开悟 全然地了无真相了 我在这里 活着 就在现场 并选择如实描述 几之所见 我不会顺从 不会依赖 如果我所描述的 跟其他的一万件报道 相冲突 不管那些报道 或提出报道的人 有多崇高 我都会觉得那些报道是预言与神话 应该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简单的事实就是 我在此处 而此处与其他人说的都不大一样 我不要浪费自己或其他人的时间来假装事实不是如此 要注意的是 此处并非隐藏在物中或暗处 它一点也不神秘或奥妙 我的知识里没有疑问 我的视野中毫无障碍 这一点很难解释 但非常重要 我不是在诠释 不是在翻译 不是在传达某样别人传给我的东西 此时此刻 我就在此处 以最直接的措辞告诉你我所看到的 如果这听起来很刺耳 那也得习惯 这一行是很严苛的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赚钱 赢得粉丝或顾名钓鱼 而是为了意图为快 我给的讯息不是要你相信我对此处的描述 而是要你自己来看 你将不再接受二手或三手的知识 不再透过死人的眼睛看事情 不再以书中的幽灵为食粮 你也将不再透过我的眼睛看事情 不再从我这里汲取知识 你将聆听四方自己筛选 惠特曼 言归正传 回到保罗的转变上 用毛毛虫蜕变为蝴蝶来比喻这个过程 也很贴切 我们必须大量使用比喻 因为道可道 非常道 大致如此 但刚开悟的人不像刚破茧而出的蝴蝶 并没有所谓的本能可以告知和引导他们 当我自己经历时 我知道那非同小可 极端不寻常 我知道那是极高的成就 相较之下 其他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我看某人一眼或听他一说 立刻就知道他没有经历过 然而 过了许多年之后 我才知道 那就是开悟 真诡异 当我终于弄清楚一切之后 那样的了悟让人非常自在 虽然他也让人觉得晕头转向 天翻地覆 扭转了乾坤 我花了多年时间当一只躲在密室里的蝴蝶 跟毛毛虫们瞎混 做着极端虚幻的梦 想要成为一只蝴蝶 我明知道我与毛毛虫有很大的差异 我们之间有无法跨越的鸿沟 我已经不是他们的一员了 他们不像我 我也不像他们 我知道我只能基于自己那些 正在快速消失的 对他们的语言与习性的记忆 用最肤浅的方式来和他们沟通 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 我之所以不再是他们的一员 是因为我已经变了 而现在 我们的差异是绝对存在的 我获得许可 进入一个全新的现实 但我还没有完全进入 因为没人向我解释 我目前的全新状态 就是毛毛虫口中的蝴蝶 毕竟 我连怎么问都不知道 又有谁能解释呢 真诡异 怎么会有如此无知与困惑的状态 简单地说 毛毛虫对于何谓蝴蝶 有异乎寻常的误解 正如我们在小说或电影上 看到人类严重地误解了吸血鬼一样 但谁来导证他们 吸血鬼不会跟人类来往 不会回来教育人类 不会跟人类瞎混 不在乎人类怎么想 他们何必在乎 他们跟以前的同类 只有最表面的相似 除此之外 他们已经是完全不同层次的存在了 开悟的状况跟这个很像 不说吸血鬼和蝴蝶了 试着想象在一个都是儿童的世界里 你是唯一的成人 真的 想象你多年来的成长 想象你对儿童的感觉会如何改变 想象你会成为的那个人 真诡异 有多少人会走到这么远 有多少人真的开悟了 许多人宣称他们已经开悟 但究竟有多少人是真的 我不知道 但我猜很少 有些人估计 大约一万个人里面 会有一个人想要开悟 而一万个想要开悟的人之中 会有一个真正开悟 也就是说 在一亿人里面 会出现一个开悟者 想一想全世界的人数 以及整个人类历史 我认为这种估计是合理的 不管任何时候 世上都只有几十个开悟者活着 而这几十个像我这样的了悟真相的人之中 又有多少个努力想帮助他人 让自己为人所知 更少 其实这是相当可以理解的 一旦你超越了二元对立是错的 而合一是对的这个概念 你就能够超越任何帮助 或拯救他人的需要 例如 我之所以做这些事 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需要去做 我没有任何道德或利他的动机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而我必须去修正它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减少苦难 或让众生得解脱 纯粹只是因为我想做 我天生就想要表达自己 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而我唯一觉得有趣的 就是到达很久非二元觉知的伟大旅程 我听说马赫西大师 本来很快乐地隐居在喜马拉雅山脚下 可能永远不会回到社会中 但他脑袋里总是听见一个印度城市的名字 他就这么不请自来地出现在他的思维中 最后大师对某些人提到了这件事 他们建议说 若要摆脱这个城市的名字 他必须去那里一趟 他去了 接受了一次演讲的邀请 超绝静坐运动因而诞生 我听了觉得很合理 你观察世事 让事情自然演变 然后你顺势而为 所以此刻我在这里 知道一些其他人想要了解的事情 并且在这个特定的时刻 在适当的位置上说一些话 好让保罗这趟旅程变得更简单一些 当一个人身上发生了如此彻底的转变 很少有潜力可循 更没有人能够真正对此有所准备 这种状况说起来也许很怪 但实际体验时会觉得更怪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极其诡异 那我向你保证 他的确如此 当我看到某人刚熬过大约两年 受灵魂折磨的冲突期时 我不希望他还要面对这种困扰 所以 在那个月光明彻的夜晚 保罗有我站在屋前 我很高兴地对他说 欢迎 接下来的一小时 我们讨论了一些奇怪的话题 如吸血鬼 蝴蝶 孤独 第二天 以及接下来的十年 你现在搞懂无门之门了吧 我问 哦 他若有所悟地说 哈 他笑了 在了悟之后 这就是你所能做的了 我没说什么 此刻我不是在教导 不是试着拉他出来 或引导他获得某种领悟 那些他都已经做到了 我不再是保罗的老师 他已经摧毁了我的老师身份 真真正正地了解了 我所了解的一切 开悟不像高中毕业要上大学 或者大学毕业要进入现实的世界 开悟是最终的毕业 不再猎寻 不再追逐 不再战斗 现在 你可以进入这个世界 做你想做的任何事 学吉他 跳伞 写书 种葡萄 什么都可以 我们的师生关系结束了 这段谈话展示的 只是一个老家伙 带着新来的人 熟悉了一下门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